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二轮十组选手依次登台之后 由于MIC和棒棒堂分数相同 他们和黄曼 杨志刚一起进入了第二轮的对决 真怀的扮演者孙丽被安排在三强争夺战前出场 他不但欣赏了一曲《凤凰于飞》 还即兴和张晓龙还原了一段剧中的金鸿舞 短暂的轻松后便是紧张的自选舞蹈的表演 两大男子组合登台斗舞 掀起了此次武林总决赛的高潮 而黄曼更是表现不俗 得到九位平稳的一致肯定 获得了本届武林大会的冠军 代表武林大会的决赛的所有评审 宣布今年这一季的武林大会的冠军是 王曼 恭喜王曼 恭喜王曼 我们有请 从本周日开始 全新大型意志类游戏闯关节目 《麦动》梦丽芳将接到武林大会 东方卫视记者顾家明上海报道